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,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忠竞选总部,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巴德大楼,对手,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今日开炮,表示国民党巴德大楼是不当党产,不适合作为丁首忠的竞总。 竞总还有脸在这里,他呼吁丁首忠跟不当党产划清界限,并要求丁首忠说清楚何时间将竞总签出,寻找其他地点当竞总,否则台北市民会唾弃姚文至今遭召开举行混居型社会住宅,青年创业空间。 不当党产的未来记者会,会场布置的看板罗列国民党在北市的多处不当党产,包括巴德大楼,建坛青年活动中心,复联会总部,连森大楼,中影文化城等姚文志著章,不当党产未来可规划作为混居型社会住宅,青年创业基地,NGO社会企业总部或国际情侣服务等用途。 他认为复联会可改建作为中级住宅,离立法院也相当紧,或者做NGO总部,青创基地都是不错,话锋一转,姚文志直言,巴德大楼不适合担任丁首忠的竞选总部,他呼吁丁首忠说明何时签书,他也希望其他台北市长参选人都能对不当党产表达态度,尤其是丁首忠, 让国家财产在北市得以充分利用。